形容一下现在自己的走红程度 9.8 这么刷一定要照几次镜子 7.8.9.10次吧 最爱的自拍角度是 就这样 你多海哪里吸引你 下一个问题 合理不要的也没是真的吗 再下一个问题 如果你有一头宠物猪 你会 1.必须牵出去溜 2.就放在家里吧 牵出去溜 下面哪种会成为你辞职的原因 1.公司前台太丑 2.公司带雨太差 公司带雨太差 人家说你狠话 你会否定还是承意 否定 蔡雅疾疾ĩ便 sovereign 任重而道遠 李风是谁 从哪里冒出来的 凭什么他现在红得风声水起 我要见好男儿这个舞台 来承载自己的人生梦想 2007年 李一峰以加油好男儿成都赛区前五的身份杀进决赛 在全国各路帅哥云集的情况下 谁也没注意到角落里 堂着一个未来的李正伟 那时的他虽然有国民校草的美名 但爱好者仍属少数 而现在的李一峰到底有多红 看看他的粉丝数就知道了 7月2日到7月22日 短短20天里李一峰的粉丝数 积增到300多万 所以说在古剑奇谈开播前 你认识他你可能是非主流 而现在你不认识他 你就out了 这是我拍了这么多戏以来 最有压力的一部戏 因为大家都盯着你 都想看看你怎么样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肯定是不好的 因为是他们的男神 你要去扮演他们心目当中 很完美的东西 这就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造型刚出去的时候 就是大家也不喜欢嘛 那当然我拍的时候 我是希望能够把它拍好了 对如果是说 他们觉得我长得太丑 那我真的没有办法 对如果说我演得不好 我肯定会很难过 那他们觉得演得还OK 但是长得太难看了 那不是我们心目当中的 诶我还可以接受 有人至于你都是面摊什么的 然后你对这个看 本来就是面摊嘛 可能还有人就对你眼睛嘛 你听到那个说法会生气吗 哦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啦 我也会担心啦 对然后摄影师他们也会去帮我找一些角度啊 是什么什么的 那后来就觉得也还好了 可能这是我自己的东西嘛 会不会就是像一些明星 为了让自己更帅 打一针还是什么的 没有打眼睛的吧 如果有的 如果有打眼睛的 我肯定去打 你会打 那你肯定不可能啦 肯定不可能 那然后就是因为像今年 其实算是你演的一个大年嘛 就会觉得就一下子 你觉得运气特别好 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有一部分的运气 我觉得是今年都有这么多好的戏 拍了播了即将要拍了 呃然后我觉得也是我准备了七年 然后去抓住了这一次的机会 是怎么去抓住的 有熟啊 我倒没有我没有跟他讨教过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 有些东西你要去避 你也是避不了的 就是你硬有不好的地方 那大家看到了 你还要去遮遮掩掩的 反而就不是那么大方 那你还要在这个让大家很长的时间看到你 你以后拍戏啊 你都会看到你 而且现在很很发达 就是照片通过网络就很一串事实上 大家都看得到 对所以就正面去接受大家的批评 还有就之前好像有说就杨幂吐槽你在古街的男人已经是最娘的 你听到这个说法生气当时是怎么回敬他的事 我不知道怎么回敬他了 因为我觉得最娘的是马天愚 不用争论啊 不用争论啊 他一定喜欢啊 您说好像有说到就是你跟杨幂的相处是一个互灰和自黑的过程 那你们两个人平时会经常斗嘴互相吐槽对吗 我觉得输的那个人永远是我了 就吐不过他 对口才原来是北京女孩嘛 对然后说话又快 我一着急还结巴 我怎么吐得过他 那你跟他说的读舌的话 读舌的话 就是 让他去喂养下一代了 这样会比较文明一点了 关于李一峰最知名的昵称当然是李正伟了 学习改革开放啊 先让一批新人前后起来 他曾经发表过一个成都市民的话 以及蒋文明树新峰这类小红花文章 这样一个面目清秀且爱国的好市民又起会只得一人心 就现在大家都这样的李正伟嘛 是从小家里而入吗 就是从小的教育就是爱国教育嘛 对啊 而且我也是就是希望自己的生活的这个社会啊环境啊都会变得很好 那就会有一点小 当时会有一点小愤青那样的感觉 好像就是有说冷幽默单能改 是你身上比较著名的特质 能知己跟我们说一下 就今天我才知道 我是菜鸟籍的 就像我去年才知道 我一直以为我是AB心血 我去年去体检的时候 我才知道我是A心血 户口板上还写着AB心血 但知道自己是菜鸟籍的时候心情很小 平时是不是会觉得自己还挺刺激的 有一种知道自己是菜鸟的时候 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就证明我还是可以继续做偶像 长相清秀的李一峰从小学开始就不断收到情书 甚至有些毕业的学姐专门回学校看他 凭借古剑奇谈一夜爆红之前 李一峰也有过几段若有若无的绯闻 现在的他谈到择偶标准 第一个要求得是孝顺 首先是孝顺 然后大方得体 然后有自己的思想想法 那女方跟你求婚你会接受吗 我一定在她向我求婚之前 向她求婚 除非我不想起来结婚 哪个人当时你求婚 还有 还早吧 我觉得可能三十五岁以后再考虑吧 你也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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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认为你